第2741章相望江湖 只是朋友 子舒杀意没有分好收敛的意思 姚丫头 你的体质特殊 不允许动情 否则将会遗害终生 子舒盯着端木窑 饶友深意道 端木窑翘脸一红 压根没想到 这位书姨的思维跳跃这么大 我跟她真的只是朋友 她又重新解释了一句 是与不是 你自己清楚 我希望你能记住我说的话 子舒神情严肃 嗯 端木窑点了点头 跟我走吧 去哪 你该去的地方 那她呢 端木窑指了指 依旧闭目 气急暗沉 宛如死人的照放 你们只是顺路 终究要分开 子舒面无表情 而且 有那条剑斗护法 她暂时还死不了 还是说 你是在担心她 说到这里 她凭淡眼眸中 杀意再度抱起 次只要端木窑敢回答个事 就会立刻出手斩杀照放 没 没 端木窑被吓了一跳 唯恐这位书仪会因此牵连照放 连忙道 那我们走吧 而哈城今后 实力比秦众还高 有她护法 端木窑并不担心照放安全 正打算离开 轰批的 一直沉寂 生机暗沉的照放 并不算雄壮的躯体内 陡然爆发出一股惊人力量波动 一抹紫义自其身后浮现 中天而起 紫书看了一眼 谋字陡然一鸣 龙族 那股紫义 赫然是一条紫龙的虚影 尽管只是虚影 但散发的气息 却是独属于正统龙族 她本体是紫义天龙兽 说到底 属于龙族的旁之 对于真正的龙族 还是有种血脉上的亲近与成熟感的 姚丫头 这小子是什么人 紫书猛的看向端木瑶 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恰逢其会 端木瑶苦笑 正交谈时 照放体表金芒闪烁 旋即隐没 归于平静 随即 她睁开双眼 身上气息如常 看似没有变化 但拿双眸子扫射而来时 却让端木瑶有种陌生之感 终于升级完成了啊 照放心钟南南 这次升级 出乎她的预料 尽害得她不能动弹 险些或急性命 想到这里 照放对系统就满是怨愤 可在看到新升级后的系统高大上的页面后 她又笑了起来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赵爷 您没事吧 而哈皮颠僻颠跑了过来 照放摇了摇头 端木瑶道 赵公子 我遇到疏疑了 就此分离吧 照放望着她 平静问道 决定好了 她方才虽处于假死状态 但外界发生的事情 她一清二楚 端木瑶没有戏说 她也明白她要离开的原因 端木瑶点了点头 后会有期 照放没有多说 她与对方 终究不是一路人 分离 只是早晚的事情 我准备去黎阳行省 你是跟我 还是跟她 照放看着二哈 先跟着你吧 端木瑶道 我听摇主人的 二哈忙道 好 走吧 照放也没多说 甚至从始至终 都没再看紫书一眼 站住 紫书面色冰冷 你跟龙族什么关系 与你又有什么关系 照放目光淡然 对于这个不问青红皂白 就乱起杀鸡的女人 她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小子无礼 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 紫书面色一尘 照放笑了 我们很熟 你又算是谁的长辈 恕子无礼 紫书面色一尘 也不多言 身形一动 就要出手 书仪 端木瑶拦住 你答应过我 不为难她的 是她就由自取 怪不得我 紫书声音冰冷 寄予我的龙族血脉就直说 何必这么虚伪 照放吃笑 你真是龙族 紫书一惊 她只是猜测而已 尚不确定 你自己来看 话落 照放体表一成子一环绕 隐约能看见一只头脚蒸笼的小龙 尽管体型不大 却散发着棒不无匹的威压 哪怕是紫书 在这股威压面前 也经不住低下头颅 强行出手的话 会受到血脉上镇压 实力发挥不出一半 真的是 紫书双眼放光 如剑至宝 我想跟你交换 用我所有宝物 换你龙血 不换 照放断然拒绝 另外 看在端木瑶的份上 劝你别生其他心思 否则 死了别怪我没提醒你 说完 不理会脸色难看的紫书 一人一狗 身形渐远 眨眼就消失在茫茫林海之中 疏疑 见紫书谋光明面不定 端木瑶轻声唤道 瑶丫头 这小子去黎阳行省作甚 是去参加蒸笼大会 端木瑶觉得这件事 并没有隐瞒的必要 蒸笼大会 紫书念险沉吟 赵爷 您刚才可真实威武 那婆娘被您吓得都不敢动叹了 啥时候 我也能有这种威势就好了 一路上 二哈那张狗嘴就没闲过 照放也不搭理他 心神沉入系统 他可始终没忘记 升级系统的真正原因 先遣 尽管修为恢复 一切如初 好像什么时候都没发生过 但先遣的存在 宛如一根刺 让他不吐不快 系统军 如何驱除先遣 照放问 这是他最急切想知道 系统筹集万千位 面世界规则之力计算中 宿主请耐心等候 好在 等待并未持续太久 丁 系统提升到最终版本 拥有镇压一切斜碎的力量 隐匿宿主体内的先遣 已被系统镇压 可维系十年 十年 照放一条梅 原本在小世界时 系统耗费三百亿仙元点 才将先遣镇压四十天 如今升级后 随手就镇压十年 对此 照放只能感慨 不愧是终极系统 简直吊爆 不过 十年后呢 在此期间 宿主请竭尽尽一切 所能提升实力 修为越高 对先遣压制也就越强 若能成就先帝 万劫不灭 镇压先遣 亦如反掌 系统到 随即 照放打开个人面板 当看到系统罗列的修炼等级后 照放当时无语了 先帝 十年 你还真敢想 第2742章先立个小目标 十年成先帝 宿主 照放 种族 人族 心五界之主 万界之主 等级 杜杰境四重 天先 真先 玄先 金先 大罗金先 先君 先王 先皇 先帝 经验值 一万分之一百万 可累计 先力值 一百万分之一千亿 可累计 先魂点 零可用于兑换各种系统商品 幸运值 一百分之零 魅力值 一百分之零 你美啊 看完照放当时无语 十年连生九个大境界 这特么谁能做到 铁牛曾跟照放讲过 他所在的腰域 有一个大腰 自度洁净修炼到大罗金先进时 花费了整整两千多年 被称为爵士大腰 上下五万年 无人可敌 这份修行记录 在腰域至今无腰打破 而在人类修仙者中 别说十年从度节跨入先帝 就算是一百年 放眼整个仙界修行史 也从未有过十年 先帝 照放眯起眼睛 这对其他人类修行者或许很难 但对于拥有神武至尊系统的自己而言 并非没有希望 先立个小目标 十年入先帝 然后活他个千百万年 照放自我鼓舞性质的挥了挥拳 两日后 照放走出黎阳山脉 望着不远处 总立在地面线尽头 连绵无尽 辉弘庞大的建筑群 照放笑了起来 争龙大会 我来了 既然要十年生先帝 自然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晋升的机会 争蒙大会 赫然就是这种机会 龙七不仅可以修炼 对他淬炼肉身 必有极大好处 进入黎阳行省 在郡城很少出现的四五节散先 就跟大白菜一样 随处可见 六七节散先 一笔街市 反倒是八节乃至九节散先 很少在外遇到 问亲抗家所在 照放便准备直接走过去 可他低估了行省的辽阔程度 走了大半天 连抗家影子都没看到 拉个路人询问后才知道 单一角力赶路 走到抗家 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 想到那人临走时 一副看白痴的目光 照放便觉郁闷 客人 乘坐飞天仙驾吗 安全又快捷 哦 牙齿发黄 笑容猥琐 却穿着富泰的紫衣老者 架着一辆油巴皮 一种林马组成的车架 自照放头顶越过 摆出一副憨厚老农模样问道 照放眼中惊奇 进入黎阳行省 他便注意到 那些在航省上空来往的车架 没办法 地上一辆车架都没有 再加上出置行省 对一切都绝新鲜 便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拉车的云寿 样式种类繁多 实力大都在散先进 且越靠近行省中心 车架就越多 拉车的云寿修为也就越高 血脉越奇特 比如眼前巴皮林马 体格奎硕 身怀龙族稀薄血脉 耐力极强 防御惊人 虽只是四截散先 但就算是寻常五截散先 也很难攻破他们防御 什么价格 飞天仙架自然不是慈善机构 一块中品仙金 猥琐子一老者伸出一根手指 你怎么不去抢 照放翻了个白眼 他身上仙金的确有不少 但都是夏品仙金 任何一块中品仙金 都能轻易换到一万夏品仙金 夏品仙金却很难换取到中品仙金 哪怕照放用夏品仙金做酬劳 此一老者都未必看得上 此一老者含笑 正要开口 羞踢的 照放身后 有劲风袭来 擦着他的耳垂 飞射向此一老者 后者下意识伸手 摊开手掌时 掌心多出一块圆绒通透 散发着棒驳仙灵气息的精识 带我去抗家 一脸傲慢的滑袍公子 带招数个仆人 慢悠悠走来 路过照放身边时 轻蔑扫了一眼 冷笑道 蒸笼大会将近 什么阿猫阿狗都跳出来了 就你这种实力 也配成座仙架 赤笑一声 滑袍公子便走到仙架上 此一老者也不废话 手中仙气长边一抖 临马思明 踏长空而去 装逼装到我头上了 照放笑了起来 也好 你这块中品仙金 我收下了 尔哈 照放目光一寒 嗖 尔哈月如高空仙架 一阵鸡飞狗跳后 将数人全部甩了下来 正是滑袍公子的几个仆人 最后一个甩下的 自然是滑袍公子本人 他脸上还留着几个狗爪印 目光雪红 浑身杀一番涌 狗东西 居然敢偷袭我 我要杀了你 话音当落 便见一道人影 踩着他几个下坠仆人的身体 向自己这边跳来 砰 一脚狠狠踩在胸口 滑袍公子面容扭曲 只觉整个身体 似都要被踩碎一般 一脸吐出好几口血块 下次 把眼睛睁大点 不是什么人 你都能惹得起 滑袍公子耳边 传来那人影淡漠的声音 借着滑袍公子身体 为弱脚点的人影 脚下用力 身形已然跃到仙架之上 至于滑袍公子等人 则如炮弹般 狠狠砸在地面上 索性距离不算太高 饶是如此 也足将滑袍公子摔得 骨断筋折 仙架上 此医疗者恍如没有看到般 自顾自驾车 照放觉得起义 你不敢我 呵呵 客人说笑了 先经已复 老夫职责便是 带客人去抗家 至于是谁去 那就不是老夫操心的了 文言 照放也笑了 你倒是挺会省事 肩架速度很快 不到一个时辰 便来到一片 占地辽阔的府邸上方 降落后 紫衣老者伸手 一直不远处庞大府邸 含笑道 那就是抗家 行省三大势力之一 随着他的手指看去 率先看到一面朱红色大门 足有十数帐 这比起一些小地方的城池都要高上数倍 却只是抗家门户 在朱红色大门前 围着不少人 他们都是想搭上抗家这条线 前往卧龙潭的修行者 不过 抗家大门 又岂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紫衣老者淡淡摇头 最后一句话 肆意有所指 照放笑了笑 也没多说 冲紫衣老者微微拱手 便带着二哈 直接走了过去 唉 出生牛犊不怕火啊 如果你知道进入抗家 需要经过那些考验 就不会那么莽撞了 紫衣老者暗暗摇头 第2743章抗家的考验 好多五节散仙 而哈根在照放身侧 感受四周修仙者的气息 不由咽了下口水 五节散仙 放在东林郡城 那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可抗家门前汇聚的近千人中 就有十数个五节散仙 至于四节三节 那更是数不胜数 毕竟是掌管一万里方人的行省 由此规模 并不罕见 照放倒是极为平静 他的到来 没引起任何人注意 所有人的心神 都被抗家门前 那根酷似真龙的雕像所吸引 就好像 雕像内蕴含着 惊人机密般 哥们 这怎么回事 照放拉住一个浓眉大眼的散仙 悄悄问道 你谁啊 大眼散仙邪逆照放一眼 凑热闹的 就是好奇 这都在干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往这里跑 大眼散仙眉头一掀 神情古怪 呵呵 兄弟出来行省 对一切都很陌生 还请道友指教 照放一副 我是小白的模样 没空 大眼散仙冷哼 以他实力 能清晰感知到照放修为 区区度洁净 外加一条不起眼的土狗 这样低劣的组合 也敢找自己问路 活腻歪了不成 正欲转身离去 肩膀却被一只手掌按住 悠喝 还想动手 疼疼 大眼散仙本欲动怒 肩膀近乎撕裂般的剧痛 让他整张脸都快扭成一团 另一只手本想反击 当初手就被对方擒住 手外一股距勇涌来 疼大眼散仙哭爹喊娘 助手 快助手 我都告诉你 大眼散仙连忙叫道 真怕眼前这儿或不分青红皂白 把自己两条胳膊给卸下来 照放松手 笑盈盈看着大眼散仙 也不怕对方耍赖 区区一个四截散仙 他还不放在眼里 你是什么怪胎 肉身这么强 见照放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想到他那身恐怖距离 大眼散仙明白 碰到狠人了 这家伙的战力 绝非凶为显露的那么普通 道友还没告诉我 你们这些人为何待在这里 照放可没心情跟大眼散仙墨迹 后者也看出照放耐心不佳 嘴角苦笑 自己堂堂四截散仙 何时沦落到被一个度捷径 威胁了 心中郁闷 却不敢真与赵放思破脸 对方的强大 他刚才已经深切体会到了 不想再体会第二次 这还要从争蒙大会说起 大眼散仙倾壳一声 将自己知晓得 威威道来 争蒙大会的主持权 在黎阳行省三大势力手中 但在大会开启前 三大势力都会放出一些名额 吸引天才加入 为自家天才保驾护航 形成强横强的马太效应 使得卧龙潭的龙气 最终不会流落到弱者手上 能提前获取名额 自然是不容错过 因此 大会的前几天 三大势力门前 都聚拢着大量修仙者 全是为了完成考核 提前获取卧龙潭名额 不过考核虽然进行了数日 但每天能通过知人 却寥寥无几 因为难了 说到这里 大眼散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妈的 三大势力 简直就是不给我们 这些四节散仙火路啊 按照大眼散仙所说 他前几日都在 其他两大势力处考核 但无一例外 都被刷了下来 抗家是他最后的希望 可就在刚才 也被刷了下来 到底什么考核 连四节散仙都没机会通过 照放挑眉 看到那龙形雕像没 大眼散仙伸手一指 你在说我是瞎子吗 照放翻了个白眼 那么明显 看不到才怪 抗家考核稍微简单 只需靠近龙形雕像百丈范围 便算通过 这么简单 哼 哪有那么容易 一旦靠近雕像两百丈内 雕像就会有所感应 散发出不压与 九节散仙的恐怖压迫 而且 更重要的是 雕像似乎还会发出奇异的吼声 直通心灵 稍有不慎 就会灵魂受伤 大眼散仙说着 思想到自己刚才考核时的模样 一脸的心有余悸 沈声道 我只走了十丈 就在南前进分毫 就算是五节散仙 也只是走了三十丈便坚持不住 距离靠近龙形雕像百丈 还差七十丈 想想就感到绝望 这根本就没给四节散仙活路 两人边交谈时 有四节散仙前去尝试 果在靠近龙形雕像两百丈时 雕像散发红色光芒 四一下子活了过来 一层淡淡光照 笼罩方圆两百丈 接着 四节散仙四遭遇到什么恐怖失误般 脸色苍白 身体如康比般瑟瑟发抖 站在原地 连五秒都没撑住 抱推而返 望着他满面惊恐 心有余悸的模样 众人都十分好奇 有人上前询问他到底遇到什么 散仙摇了摇头 没有回答 他不是不想回答 估计是忘了 大眼散仙道 忘了 照放看向他 我退出考核环境后 便在也想不起考核遇到什么 大脑一片空白 大眼散仙耸了耸肩 这么邪门 照放挑眉 谈话之际 又有几个不信邪的四截散仙前去尝试 结果 都没坚持太久 变败下阵来 唯一一个好成绩 也只是向前走了二十丈 引得不少人都面露苦笑 滑梯的 哭的 人群骚动 一个气宇鲜昂 连语间自带一股凌人气息的青年 排中而出 直接走向龙形雕像 嗯 是他 照放目光眯起 你认识韩淑公子 大眼散仙惊讶 他很有名 照放有些意外 气宇鲜昂的青年 不是别人 正是在黎阳山脉 曾对他产生杀意 并在危难之时 将秦瑶一行抛下的韩淑 照放记得 当初为了逃遁 韩淑牺牲掉一件保命保物 还受了不轻的伤 没想到 两日的功夫 就恢复如初 看得出来 正为韩淑身上保物不少 那是自然 韩淑公子不仅修为高 据说 他有位姐姐 嫁给抗家某位少爷为侍妾 通过抗家考核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来这里 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第2744章 在于韩淑 韩淑一出场 便吸引所有人目光 赵爷 二哈眼眸冰冷 作为一个纯正的兽 对于韩淑这种 人面兽心的家伙 他十分艳增 不及 照放笑着摇了摇头 大眼散仙见状 眼珠子转了下 道 道友 你该不会与韩淑公子 有什么过节吧 呵呵 照放笑了笑 没有正面回答 这时 韩淑已然跨入200帐范围 龙形雕像光芒笼罩而来 韩淑视若未见 静止前行 仅仅时数息 便破了众人先前的20帐记录 眨眼功夫 便跨入30帐区域 40帐 随着抵领50帐 韩淑不再四先前那般轻松 到了60帐时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迈到65帐时 双腿宛如贯迁 每踏出一步 便有如筛压力轻覆而来 咬牙的韩淑 在69帐停留了十数息 最终 一股作气走到70帐 现在也无法前行 龙形雕像一散出的力量 直接将他震退出200帐范围 人群满是惋惜 70帐 这已然是场上目前最好的成绩了 韩淑公子果然不凡 第一次就有70帐成绩 相信再走几次 通过考核不是问题 人群一阵恭维 韩淑表面满脸遗憾 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正准备摆手谦虚一两句 目光略过人群 陡然您在一人身上 表情立时变成惊恶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韩淑精叫 宛如见鬼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便看到一个百亿青年 安静站在一处 他的脚下 还有一条呲牙咧嘴的土狗 我怎么不能站在这里 赵放笑了笑 他没有丝毫遮掩形迹的意思 韩淑看不到才是眼瞎呢 以你的实力如何能逃过紫义 各大家伙的追杀 话到嘴边 韩淑赶紧摆口 临阵而逃 且用女兄为挡箭牌 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他也没脸去张扬 而且此事一旦传开 有心人不难猜出 他能逃出紫义天龙受追杀 势必付出惨重代价 过龙坛开启之际 天骄相互争夺 若让人知晓他失去最强大底牌 于他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都能逃过 我自然也没问题 赵放笑了笑 韩淑面色难看 死死盯着赵放 他做梦都没想到 那个搭乘阴妖顺风车 被他轻视 又被子义天龙受追杀的青年 竟还能活着站在自己面前 但很快 他笑了起来 你的运气真是让人羡慕啊 不过 在黎阳山脉你能逃过一劫 在这里 还会有这么好运气 韩淑俯身靠近 压低声音 你可以试试 赵放一脸淡然 他这副模样 反倒让韩淑有些捉摸不透了 自己为了逃出此一天龙受追杀 消耗掉最强底牌 眼前青年既然能逃掉 说明也付出相似的代价 而能拥有这种代价 就说明青年身份不凡 见两人这副针尖脉盲场景 不少人感到意外 以韩淑五劫散仙的实力 还会与一个渡劫进解怨 更诡异的是 双方既有恩怨 韩淑又怎能容对方活着 大眼散仙面容抽搐 苦笑同时 暗暗庆幸 那家伙果然不简单 竟连韩淑公子都敢招惹 更奇异的是 向来牙字必报的韩淑公子 居然没能奈何他 不简单那 幸亏刚才没招惹他 呵呵 我只是开了个玩笑 不必紧张 你也是来参加抗家考核的 韩淑笑了笑 一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模样 赵放略有惊讶 这种懂得隐忍 实进退的家伙 可不多见了 关你屁事 赵放偏了他一眼 为给他好脸 韩淑脸色一僵 他心胸并不宽广 牙字必报才是本性 若非顾忌赵放狗急跳墙 他又岂会容忍对方 可对方实在太张狂 对于自己接连是好 视而不见 百般嘲讽 让他无法容忍 冷哼一声 韩淑不再理会赵放 怕再跟对方说下去 会被气得当场动手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敢这样跟韩淑公子说话 还不赶紧向公子道歉 一个三杰伞仙 只吃赵放 滚 回应他的 只有一个字 三杰伞仙面色阴沉 他看不出韩淑与赵放之间 到底有什么猫腻 但感觉 韩淑之所以容忍对方 是因为自持身份 不屑对一个杜杰镜出手 是以 他才会跳出来 没想到 对方如此狂妄 面对自己这个三杰伞仙 尽口出狂言 区区杜杰镜小辈 竟敢对我说这句话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 三杰伞仙面色一凝 二哈 赵放声音平静 话音还在回荡 众人便看到 一直蹲在赵放脚旁的土狗 猛然跃起 直扑三杰伞仙 滚 三杰伞仙一掌拍出 掌力魂后 丝毫没有留守 重重印在扑来的土狗身上 啪一脸凝笑 正义嘲讽赵放 便觉手臂剧痛袭来 本应被一掌拍死的土狗 竟毫发无损 还一口咬住自己的手臂 怎么会 三杰伞仙一脸金融 完全没料到 会是这个情况 不光是他 场上诸多三杰四杰伞仙 看到这一幕 也都觉得惊异 一条不起眼的土狗 竟有硬抗三杰伞仙 全力一掌的恐怖防御 啪 狗爪拍在三杰伞仙脸上 戴下一块碎肉 鲜血横飞 三杰伞仙抓狂 怒吼着鱼土狗搏杀 一人一狗打得不可开交 只是片刻 无法破除二哈防御的三杰伞仙 便被二哈抓得血肉模糊 奄奄一息 场上诸多三杰伞仙见状 都不由身子一缩 看向二哈目光 少了先前戏血 多了几分凝重 白痴 二哈踩着三杰伞仙脑袋 想踩着赵爷去捧韩叔臭脚 也不照镜看看 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 听到这话 众人一脸无语 韩叔更是脸色难看 不管怎么说 三杰伞仙都是为了他出头 结果被一条土狗暴打 他还没来得及阻止 就被打得半死 实在太打脸了 照放偏了眼二哈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赶露这几日 二哈可没少吞丹药 肉身欲发强横 就连实力 也快突破三杰伞仙水准 真正实战起来 足能与四杰伞仙一战 区区三杰伞仙 自然不在话下 第2745章 你行你上啊 够了 韩叔单手一扶 一股雄魂力量涌出 将踩着三杰伞仙脑袋的 二哈震退 奥特的二哈砸在地上 发出凄厉的乌烟声 韩叔 你好大的狗胆 居然敢打伤我的受宠 照放目光抖韩 我 韩叔猛了 自己也就随手一挥 顶多拥有堪比四杰伞仙力量 怎么可能一击就伤了 防御惊人的二哈 他不是白痴 当贴到几枚弄眼的二哈时 历时明白过来 妈的 这条死狗居然在装死 韩叔气得吐血 恨不得真一巴掌将其拍死 韩叔 此事如何解决 照放盯着他 木头威胁 解决 毛都没伤一根 要屁的解决 韩叔都要抓狂了 四为了配合照放 在其话音落下时 二哈惨叫声欲发凄厉 简直是听者伤心 闻者流泪 不要太过分 韩叔额头轻轻暴跳 要求不过分 来个十几平天仙丹即可 照放淡然显然 照放误会 韩叔意思了 但究竟是真误会 还是故意为之 那就不得而知了 天仙丹 十几平 你怎么不去抢 韩叔瞬间抓狂 天仙丹 顾名思义 是天仙强者才使用的丹药 每一粒都蕴含磅駁能量 是价值连成的宝物 别说一瓶 韩叔把牢底都掀出来 也凑不出一颗 照放张口十几平 已然不是在弯肉 而是将它拍成肉泥 捏成肉饼 就这些 爱要不要 知道被坑上 不给点好处 对方绝不会罢休 韩叔随手取出一瓶丹药 扔了过来 说罢 也不理会照放适合反应 转身走入人群 怕怕再跟照放接触下去 会控制不住自己 将其灭杀 下瓶小天仙丹 切 真是小气 打开瓶带 取出一粒看了看 照放比一道 雷走远的韩叔 听到这话 身体一晃 一口老血憋在胸口 让他整个人 都有种狂暴的趋势 小气你妹啊 这可是俊成强者 都不见得 能拿出的一颗的 小天仙丹 你他妈真要嫌弃 倒是还给我啊 照放随后 将丹药丢给尔哈 小天仙丹虽然不错 对他用处并不大 尔哈则是相反 这祸身上充满神秘 普通的七八品丹药 便能让他产生异变 谁知道服下小天仙丹 贵有何种变化 谢谢赵爷 尔哈点头感谢 见状不少人眼睛火热 盯着二哈 小天仙丹 可并不是什么人 都能拥有的 在场绝大多数人身上 也只是一两颗而已 还都是弱性命 照放却欺如碧履 丢给自己受宠 人不如狗啊 韩淑铁亲着脸 不再说话 冷眼看着照放 切连摆帐都无法靠近的家伙 有什么脸面呆在这里 照放扫了他一眼 冷笑一声 这话等了群潮 众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一些脾气火爆的家伙 更是怒对开口 瞎比比 你行你上啊 若非看韩淑忌惮 照放猜测对方身上 可能有什么厉害手段 或者背景 他们又岂会废话 估计已经动手教训他了 白痴 韩淑心中冷笑 很乐意看到照放 被众人针对的场景 照放笑了笑 转身走向龙形雕像 所有目光集中在他身上 都想看看 这个逼得牙字必爆的 寒淑忍急吞声的家伙 到底有何手段 刚踏入龙形雕像 两百丈范围 翁 龙形雕像震颤翁明 一股棒不威严 轰然压下 让照放感觉 身上四倍万众神山 异常艰难 好强的压迫感 难怪那些四节散仙 连二十丈都很难跨出 照放眯起双眼 随着他跨出一步 微压随之地增 棒薄的压迫 宛如狂暴的风浪 席卷天地而来 身处风浪中心的照放 就如一夜之扁舟 被风浪锁左右 这家伙嘴上说得牛气轰轰 该不会连两步都跨不出去吧 有人见照放身体左右摆动 一副支撑不住的模样 不由计较到 方才 照放群朝众人 可没少得罪人 现场绝多数人 都在等着看他出丑 一群白痴 照也的手段 岂是你们能够想象 而他守在照放身后 冷眼看着这群修士 该死的土狗 等下那小子失败后 看你还怎么得色 不少人眼眸阴沉 正这样想着时 前方人群 估得传来一阵骚动 众人定睛看去 却见本应快支撑不住的照放 在原地站了片刻 似适应了那股狂暴的威压后 心不从容 一脸跨出五六步 怎么可能 众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这种速度 他们也只在先前 寒书身上看到过 更害人的是 寒书越往前走 速度越慢 照放则是相反 越走越快 仿佛那地增而来的压迫 一下子消失了一般 转眼间 就跨出十丈 至此 照放速度不减 还在地增 二十丈 三十丈 五十丈 六十丈 片刻 就到了寒书的极限区域 七十丈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已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会这样 就连先前还神色平淡的寒书 此刻一时瞪大双眼 无法置信 他跨越七十丈 表面看上去风光 实际上 一身气力几乎耗尽 眼前这家伙 却似一点压迫都没感觉到 游人有余 精气十足 这是真的 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寒书无法理解 在七十丈处 赵放略微停顿了下 因为发觉 再往前 微压是比现在还要强上数倍 他笑了笑 毫不在意 继续向前 轰 一脚踏出 身形出现在七十一丈处 正欲继续前行 体内传出卡卡的声响 似某个潜藏的机关 被强行打开一般 紧接着 一股股真龙气息 自他体内弥漫而出 东皇室天宫 赵放有些意外 得到苍龙宫阵宗传城后 除了练体方面的青龙断体术 练气方面 他几乎没修炼 并非不想 而是无论他怎么修行 始终无法催动 像是缺少了什么重要条件 久而久之 赵放也就放弃了 没想到 在抗家大门前 面对龙形雕像的压迫 从未运转成功的东皇室天宫 竟自行运转起来 难道 黎阳行省的抗家 与苍龙宫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 第2746章 俯瞰天地我未尊 念头一闪即逝 赵放也没在意 心念一动 东皇室天宫在体内运转 愈发如意 那一刻 韩淑清晰察觉到 赵放整个人 似乎都融入龙形雕像 威压笼罩的范围内 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 而是一个整体 他是怎么做到的 韩淑眼睛瞪大 连寻常六节散先 都无法融入这片环境 赵放却轻易做到了 奇怪 不是说有声音直抵人心吗 赵放在原地站了片刻 想起一件事 大眼散先曾说过 进入龙形雕像200丈范围时 不仅要承受雕像散发的恐怖压迫 还会有奇异兽吼 直抵人心 影响心神 但赵放一路行来 压根没听到什么奇异兽吼 正这样想着时 一道道蕴含着无穷威压 让人心颤得龙吟声 在脑海中想起 声音来的突兀 不过 赵放早有心理准备 倒也没吃什么亏 龙吟 赵放目光为动 难道他之前没出现 跟我一直动用肉身 没运转心力有关 在此之前 赵放一直动用的都是肉身之力 围到了七十丈时 受这片空间所感 东皇室天宫自行运转 心力流淌 随后才有龙吟出现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一层 龙吟过后 一道淡淡的金色光纹 出现在赵放体表 他身体正在吸收光纹 光纹力量神妙 融入肉身后 竟有强化肉身的弊意 龙吟竟还能带来这种好处 赵放眉头一挑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他的青龙断体术 已达二重圆满 却似进入瓶颈 很难再有提升 事实上 青龙断体术第三重 的确是一个分界点 一旦肉身破入第三重 便可长出真龙最珍贵之物 逆灵 有了此物 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龙族 不但如此 逆灵之锋芒 连天仙都不敢硬汗 可以说 只要青龙断体术修制第三重 在这仙钢大路 赵放完全可以横着走 只是 第三重太难 尽管仙钢大路的仙灵气息 比起万界前十世界 都要浓郁上数倍 每日经受这种浓郁气息滋养 他也没有丝毫要突破的感觉 直至今日 感觉瓶颈似乎有了一些松动 继续前行 压迫增强 龙吟增多 汇聚于赵放体表的经文 一时愈发浓郁 眨眼的功夫 他便从七十丈 走到了九十九丈 只需再跨出最后一步 就能通过抗家考核 人群 一片死寂 上千道目光 管如输光了的赌徒 死死盯着赵放 内心都在期盼着 赵放不能通过 人心就是这么微妙 自己不行 也不愿意看到别人通过 轰 赵放寿没有听到他们的心声 即便听到 也会不屑一顾 身形一动 脚步跨入百丈范围 龙形雕像光芒大放 比先前还要掩一倍 更棒薄的威压 分踏袭来 赵放眉头微挑 本以为 踏入百丈 那股压迫感 就会消失 没想到 反而愈发浓郁了 他不禁反喜 正常吸收经文力量会很缓慢 但在这种环境压迫下 速度竟比平常快了许多 且脑海龙吟不断 经文持续增强 那就继续 如此提升实力的大好机会 赵放又岂能放过 脚步不停 继续向前 原本心中 哀嚎赵放怎么能通过百丈范围 对他羡慕极度恨的一行人 见赵放还在继续向前 连有丝毫停下的意思 不由哗然 他还在继续 这家伙已经打破仙河 他还不满足 以杜杰进修为 闯过拦住绝大多数 五杰散仙的龙形雕像 这已然是个奇迹 放眼抗家历史 估计都是头一份 听闻 越靠近龙形雕像 压迫越强 但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大 突然 有一人说到 好处 什么好处 据说 龙银声中 蕴含了抗家一种神秘的古法 只有结合压迫 才能顿悟而出 莫非 这家伙已经领悟了 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的猜测 已经很接近事实真相 赵放并未悟到什么古法 而是此处环境 一场气和他的东皇室天宫而已 至于压迫 对于肉身横练到皮笛九节散鲜的他而言 激进于无 这不可能 这小子的天赋 则会超越我 韩叔眼睛通红 钻紧拳头 牙齿咬得嘎吱作响 无法接受眼前这一幕 一群废渣 赵爷的高度 岂是你们能够想象的 而他在此群嘲 换作之前 对于这话 众人定是怒目相向 可如今 却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了 与场中那个傲然挺立的青年相比 他们的确只能称得上是废渣 正不步向前的赵芳 自然不知 道场间诸修的心理变化 他的心神 完全沉浸在这片天地中 欲发的气和 不知不觉间 手指触碰到一块坚硬的物体 赵芳才从那种沉浸的状态中行转 历时便看到 矗立在身前 宛如活过来的龙形雕像 可 赵芳一正 回头看了眼 不由面色古怪 在不知不觉间 他跨越最后百丈距离 来到龙形雕像面前 手指触摸雕像 宛如在抚摸一头真龙 感觉很奇怪 奥提个龙形雕像 发出震天的龙银 恐怖的声波 席卷方圆数千里 还在震惊的函数等人 足不及防之下 都被这道龙银震退出实数里 一个个模样狼狈 不待他们惊骇 真龙雕像为何突发龙银 且传响天地时 哼 真龙雕像轰然炸开 其中冲出一条龙形虚影 直接钻入照放体内 最急 照放气息 虽今天 尽管修为没有多少提升 但却蕴含着一股俯瞰天地 我未尊的恐怖威压 与此同时 照放体内 也发生巨大变化 龙形虚影冲入体内 改造他的四肢百骸 就连经脉 最终都被改造成龙形 咋一看 就像是无数条龙 盘踞在他体内各处 龙形雕像碎了 韩叔傻眼了 完全没料到 会有这种变化 盯着场上那个威严的身影 他眼中充满恨意与妒忌 以及杀意 此次考核 本是自己的个人秀 却被一个拿冒出来的野小子 抢尽风头 绝不能容忍 第2747张 谁给你的勇气 破坏掉康家考核之物 这次 就算我不出手 康家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韩叔目光闪烁 他对照放 心存顾忌 尤其是在 亲眼目睹照放破开龙形雕像后 对他的忌惮 更是攀升到了顶峰 尽管内心恨不得将照放千刀万寡 却不会付诸实际 因为 如今的照放 给他一种淡淡的危险感觉 韩叔不想冒险 照放碎灭康家考核之物 等同于教务康家 他不相信康家会轻易放过照放这个始作俑者 果不出他所料 龙形雕像碎灭后不久 一直闭塞的康家府门 缓缓开启 一老一哨两道身影 从忧生的府门后走了出来 眨眼间 两人便来到众人面前 先是看了眼破碎一地的龙形雕像 目光这才看向众人 最终落在人群最前方的照放身上 你做的 两人中 一身金袍 五官立体 身材笔挺 气息虽然的青年 看向照放 青年身旁 站着一个胡须发白的盗袍老者 气息不显 却给人一众无法摆脱的危险之感 照放目光从盗袍老者身上收回 落在金袍青年身上 抗加身为黎阳行省三大实力之一 立下考核 本以为考核之物定然稀奇非凡 没想到这么脆 一碰就碎了 照放淡然地说着 场面安静 不少人都一副见鬼的表情 你把人家东西弄坏了 居然还敢这么理直气壮的恶人先告状 谁给你的勇气 金袍青年神情一致 根本没料到 照放敢这样回答 原本在他身旁 除了刚出现时 略略打亮过照放一眼 之后便一直闭目养神的盗袍老者 不知不觉中睁开双眼 浑浊眼眸看向照放 却察觉 照放也在望着他 盗袍老者眼中闪过一道精逆之色 心念一动 一股灰色莫名的力量涌出 悄然包裹住对面青年 青年似乎没半点察觉 神色淡然 前辈如此高人 如此形势 未免太师身份了吧 就在盗袍老者准备发动那股力量时 照放淡然开口 金袍青年眯着眼睛 赤道 抗老何等身份 你竟污蔑于他 真以为抗家不会杀人 照放不理他 目光直勾勾望着盗袍老者 与此同时 东皇室天宫运转 眼眸之中 金龙虚影影现 一闪而逝 但还是被盗袍老者捕捉到了 原本平淡的神情 似看到什么吃惊画面般 再也无法维持平静 目出一丝金龙 小子 本少跟你说话 你听到没有 见照放彻底无视自己 金袍青年神情大怒 就欲出手 一只枯瘦手掌搭在他的肩膀 将他按在原地 滚后力量 透过那手掌 涌入体内 竟封闭他说话的能力 青年转身 不可思议地望着身旁到袍老者 想不明白 他为何要这么做 你是什么人 抗老开口 你在等的人 你来自哪里 东方 交谈至此而终 话语落在周围人耳中 听得他们一头雾水 这两人打什么哑谜 见抗老听到东方两字时 神情产生的变化 照放对于自己原本的猜测 愈发坚定了几分 抗老皱着眉头 收回搭在金袍青年肩膀手掌 后者立时恢复说话能力 抗老 他第一时间望向盗袍老者 连有丝毫怨愿 只是皱眉不解 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也忘了家主的吩咐 盗袍老者淡然道 金袍青年身体一阵 抗家设立的龙形雕像考核 不只针对外来修仙者 就连本族人 也未能信免 金袍青年是抗家之中 少有几个轻松通过考核的天才 但也只是止步于百丈外 无法再前进 龙形雕像碎裂之时 龙银声传遍抗家 他也听到了 当得知有人闯过考核 甚至与龙形雕像面对面 获取其中传承时 抗家年轻辈大多数人 对于那个神秘天才 都是充满敌意 金袍青年意识如此 他此来便是奉家主之命 请考核通过的天才加入抗家 却嫉妒对方能力 想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谁知道并未震慑住对方 反让自己接连出丑 他脸色不太好看 却也不敢违逆家主之命 看着赵放 其不情愿道 你破了龙雕考核 现在 我以抗家的名义通知你 你有资格加入抗家 众人听到这话 历时哗然 加入抗家 成为黎阳形省三大势力家族中的一员 这对于现场绝大多数修仙者而言 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韩淑更是为此 才来到这里 却亲眼看到 本属于自己的名额 被一个乡野小子给抢走了 他的心态 历时炸了 正于开口 听到赵放接下来的话后 他整个都猛在当场 有资格加入抗家 赵放挑眉 道歉 我暂时不想加入任何事例 按照考核规定 通过考核 抗家会保送我去握龙盘对吧 对他而言 黎阳形省只是一处中转站 他短期的目标是去红莲山脉 寻找哪吒 这些事情 都不是缩在黎阳形省所能做到的 而且 金袍青年说这话时 一副高高在上 施舍的口吻 令他很不爽 搞毛啊 以为小爷很稀罕加入抗家 正是如此 他这次拒绝 没有丝毫婉转 直截了当 就像是在打金袍青年的脸 你说什么 事实上 金袍青年听到这话时 也愣了下 抗家邀请修仙者 从未有人拒绝 都是欢天喜地的加入 今日 却破了先例 一个青年 直接拒绝了 现场一团糟 费反迎天 众人看向赵放 宛如在看白痴 堂堂抗家的邀请 就被这样意气用事的给拒绝了 知不知道 自己错过了多大的机缘 耳朵聋了 赵放没有重复一遍的意思 金袍青年听到这话 彻底炸毛 骗了眼身旁道袍老者 见其面无表情 不知想些什么 犹豫了下 最终没敢动手 他不敢 却有人替他出面 小子 收回你的话 堂堂抗家 黎阳行省三大实力之一 岂是你能亲辱的 韩叔跳了出来 第2748章斩杀韩叔 按照韩叔原本打算 并不想亲自下场 而是准备借刀杀人 但他看出 抗家的金袍青年 似在忌惮什么 有心教训赵放 却不敢出手 而他自己 也被赵放先前言语态度所激恼 自己心辛苦苦想要加入抗家而不得 对方明明有这个机会 却轻易放弃 实在太气人了 两者叠加 令他心态爆炸 直接跳了出来 当然即便验赵赵放 他此举 也运有深意 那位抗家天才无法出手 我若能出手将这小子收拾一顿 讨得抗家天才欢喜 未必没有加入抗家的机会 龙行雕像碎灭 等同于断了他通过考核加入抗家的念想 自然只能另寻他法 韩叔跳出来后 先是向抗家一老姨少公进行了一礼 才缓缓道 两位大人 此人羞为指示度洁净 我怀疑他在考核中 动用特殊手段 否则 好好的龙行雕像 怎么到他考核时 就自动炸开 不错 金陶青年点头 看出韩叔用意 对这个体贴人心的打手 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见状 韩叔备受鼓舞 继续道 抗家公正严明 岂容这种卑鄙小人玷污 声音落下 历时得到不少人附和 有韩叔带头 加上抗家天才授意 这群修仙者哪还分不清现状 矛头齐齐对准照放 你们 而他面有怒涩 反倒是照放 面无表情 韩叔很不喜照放此刻的反应 冷声道 你若不服 可与我一战 若能胜过我 我便承认你有通过考核的资格 图穷笔线 照放扫了眼仓手低垂 看不清此刻神情的道袍老者 嘴角一出一丝淡淡的笑 你确定 让我出手的话 你会死 哼 不自量力的家伙 凭你度洁净也敢说此大话 韩叔眼眸冰冷 照放无奈耸奸 黎阳山外好不容易狗活下来 却又急着寻死 图的是什么 你不懂 受死吧 韩叔断贺 直接出手 武杰散先实力 完全爆发 竟比东林俊成第一强者灵孝 还要强上一筹 面对韩叔凌厉强横的攻势 照放面无表情 任凭李烈静风吹动 衣袍烈烈作响 我自亏然不动 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小子该不会吓傻了吧 估计是 毕竟 他的修为只是度洁净 真无趣 还以为会有一场龙虎斗呢 不少人兴趣缺缺 甚至懒得再去看 就在这时 有人眼睛猛的瞪大 似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 快看 已经有人尖叫出来 不少修仙者下意识抬头看去 便看到一幕让他们备受震撼的画面 韩叔那蕴含着恐怖碎灭之力的手掌 临近照放之际 眼看就要将其拍成肉泥 一直站着不动的照放 终于出手 莫掌成拳 没有丝毫的花哨 直接一记直拳轰出 砰 拳掌碰撞 韩叔瞬间倒飞出去 那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人 被飞驰而过的卡车撞飞出去一般 尽管保住了性命 但手臂却当场废掉 碎成肉末 靠 怎么可能 一众三截四截伞仙人 都快抓狂了 他们清楚看到 照放出手时 没有动用任何仙力 换言之 这是一记纯肉身的攻击 以肉身之力 碾压一尊五截散仙 那得多强的肉身才能做到 他们无法想象 而一直垂手的盗袍老者 不知何时抬起头 本是浑浊的眼眸中 酷得亮起两团要目的光芒 照放大步走向韩叔 后者已然挣扎爬起 见照放面容冷峻 他心神陡寒 小子 这里是抗家 你还敢当着抗家大人的面 杀人不成 照放冷冷一笑 没有回答 大爷散心见状 暗自摇头 韩叔被吓破胆了 居然说这种没脑子的话 那家伙连抗家邀请都敢拒绝 当着他们的面 杀一个没通过考核的人 还不是轻而易举 只是 他真有这种实力 尽管照放的表现 屡屡刷新他的认知 可他并不认为 照放有能力杀掉韩叔 毕竟后者身上 还有一些厉害的底牌 哪怕不是照放对手 保命亦不是男士 然而 接下来发展 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面对照放步步紧逼 韩叔没有半点办法 直接被吊打 身上伤势越来越多 模样也越来越凄惨 他终于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会被照放杀死 韩叔开始后悔 若不是先前脑子进水 主动挑衅 又岂会落到这种下场 他很恐惧 求生本能 让他将目光投降金袍青年 对方不仅是抗家人 还是一尊妻结散仙 相信只要他出手 必定能阻止照放 大人救我 我爹是韩全 韩英是我姐姐 韩叔大叫 韩英 抗满新曲的小妾 金袍青年挑眉 抗满与他同为 抗家三代弟子 只是 抗满贴富略逊色于他 只能算作是 抗家第二档子的弟子 他与抗满关系不错 自然知道这些事情 助手 知晓韩叔身份后 金袍青年又岂会再让赵放动手 直接喝纸 赵放却理都不理 一脚踏向倒地不起的 韩叔的脑袋 放肆 见赵放丝毫不理会自己 金袍青年眸光发寒 抬手间 一股雄魂仙力 激射而出 轰向赵放后背 滚 赵放一拳挥出 砸在那些仙力上 生生将其碾碎 声音冰冷 什么 竟能与七姐散仙平分秋色 无数人哗然 赵放能以肉身碾压寒书 已经让无数人震惊了 万没有想到 还是低功了对方 连七姐散仙 都未能压制住赵放 这肉身 未免太强了吧 通 与此同时 赵放那能踏平山岳的一角 重重落下 将寒书整个人都踩爆当场 雪剑当场 寒书 死 金袍青年看到这一幕 脸色格外难看 赵放不仅无视了他 还当着他的面 将寒书斩杀 丝毫不留情念 这特么是在打自己的脸啊 这一瞬 金袍青年对眼前青年 生出了强烈的杀意 第2749章有悔格 怎么 想要杀我 为你的狗腿子报仇 赵放转身 只是金袍青年 面带戏谑道 他已经求饶 你何必多多逼人 赶尽杀绝 金袍青年面色冰冷 声音带着质问 赵放笑了 他求饶我就要放他 有意思 是我逼得向我挑衅的 抢词夺理 抢词夺理的是你 想挑衅就要付出代价 哪怕是我儿子 也不例外 你 金袍青年快要气炸 赵放这话实在太嚣张了 怎么 你也想跟我过过手 赵放面无表情 道提醒你一句 一旦逼我动手 你的下场 跟着家伙 好不到哪里去 指了指指 剩一摊碎肉的寒书 赵放淡淡道 狂妄 这里是抗家 金袍青年彻底忍不住了 黑发飞扬 怒吼一声 便欲出手 退下 冰冷声音传来 随即 他便感到一股 无法抵御的力量笼罩过来 他刚掉转的力量 瞬间被压垮 就连整个人 也被那股力量先飞出去 足足退后 十数丈 才堪堪稳住身形 盲看向出手之人 眼中透着不解 抗老 闭嘴 抗老淡漠 简单两个字 却似韵含无上威严 之前还在赵放面前 摆出一副骄傲姿态的金袍青年 此刻乖的就像个孙子 小有误恼 是老夫管教不言 在此向你赔罪 道袍老者向赵放拱手之鱼 笑容可拘道 对此人 赵放虽然警惕 却也没有太多恶意 年轻人热血容易冲动吗 这点可以理解 听到赵放老气横丘的话 不少人差点喷血 年轻人 年轻你妹啊 你特么比对方还小 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金袍青年也感觉 自己在抗家挺高的辈分 被对方一下子说到了最低点 目光恨恨盯着赵放 杀人的心都有了 道袍老者笑了笑 叙手一招 请 他的身后 是府门洞开 宛如一处先进的抗家 赵放目光微闪 大袖一甩 双手负在身后 是诗然迈入抗家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就是借助卧龙潭修炼 本来 入不入抗家都无所谓 可发现抗家龙形雕像 与东皇室天宫的关联后 他决定好好刺探一下 至于安危 他倒不是太担心 抗家好歹是黎阳行省 三大实力之一 有头有脸 还拉不下脸去对付一个晚辈 只要抗家那些前辈不出手 单凭金袍青年这种三代弟子 还奈何不了自己 赵爷 等等我啊 而哈窜了上来 跟在赵放身后 一同走向抗家 临近大门时 还不忘回头看了眼 望穿秋水的一众考核者 一对狗眼透着得胜者的优越 敢与戏谑嘲讽 等到二哈进入抗家大门 这群人才反映过来 一个个脸色铁青 那条死狗刚才在嘲讽我们 妈的 我要刮了他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那家伙现在进入抗家了 你怎么刮他 那修仙者不说话 转身离开 你去哪 有人问道 离羊山脉 土狗去 二哈他们暂时杀不了 只能杀一些他的同类来泄愤 对此 二哈并不知情 即便知道 以他的尿性 也不会在意 此刻的二哈 正被抗家府底内的锦团花醋 缭绕仙韵映照的狗眼都快花了 赵爷 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吧 二哈情不自禁道 引路的娇俏侍女 纷纷转头看向赵放 与那头情貌不扬的土狗 忍不住发出一阵娇俏笑声 赵放面色一黑 一脚将二哈踹飞出去 瞧你一脸没见过十面的样 滚蛋 别说老子认识你 二哈委屈了 我就是没见过十面啊 这怪我 赵放无语 懒得再理会这个棒锤 敢问几位小姐姐 这是要带我们去哪 走了一段路 见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赵放不由问道 进入抗家后 到袍老者换来婢女等人 让他们为赵放带路 他则带着金袍青年离开了 事已 才会有眼前一幕 带公子钱去乡房歇息 婢女答了一声 又走了一段路 几人来到一处 优雅安静的楼阁前 公子 就是这里了 这就是您的住处 我们就在楼阁四周 若有需要 请尽管吩咐 婢女公身 恭迎赵放进入楼阁 有毁阁 望着阁楼扁额上三个大字 赵放眉头一挑 进去必后悔 还不如叫无毁阁 心中赋匪 赵放临时外放 笼罩无毁阁 觉察整个阁楼内 并无其他气息 这么大的阁楼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赵放好奇 整个有毁阁 都是一位公子准备 只有公子一人入住 听到这话 赵放眉头扬起 之前大言散先说过 康家设立的考核 虽然困难 但还是有人通过 他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本以为 自己会跟那些人分到一起 没想到 还有特殊待遇 只是 视线殷勤 非奸及到 自己将康家考核之物粉碎 还打了康家青年天娇的脸 康家既往不救 已然难得 还安排这等上好住处 咋感觉是别有用心呢 不光照放 二哈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狗眼咕噜噜转动 盯着那些娇俏侍女 仿佛打算掳过来 好好兵问一番 气氛有些压抑 就在这时 有悔阁大门缓缓开启 看着门后简约的装饰 赵放眉头微皱 如此豪奢的阁楼 却用这般简约的装饰 怎么看 都感觉不对劲 公子请进 婢女们柔声道 赵放看了他们一眼 呼得笑了起来 既然康家如此盛情 那我就却织不公了 二哈 走 说完 带着仍在打量娇俏婢女的土狗 走入有悔阁 步入楼阁的那一煞 赵放举目四望 还未看清楼阁更深处的布局 大门轰然关闭 紧接着 所有光芒消失 他身形下坠 四调入某个深渊 四周是粘稠墨汁般的黑暗 赵放眼神冰冷 扫视四周 肌肉紧绷 随时都会抱起出手 东 不知过了多久 他重重砸在一块柔软地面上 随后 地面如动了下 幽暗的空间中 两只巨大如湖泊的眼眸滑破昏暗 带着破人的压力 落在赵放身上 第2750张黄金虎沙 刺目相对 气氛诡异的安静 持续了二十多秒 那湖泊眼眸才反应过来 独属于妖族的恐怖妖煞之气 如无法匹敌的狂暴海啸 骤然压下 天清地现 赵放感到自己仿佛被整个世界所遗弃 无穷力量涌来 要将自己震杀成无数块 靠 什么鬼 赵放大骂 身形瞬间融化 体表鳞片覆盖 挣脱了那股妖煞之气的压迫后 身形暴退数百丈 尽管这片空间暗沉得可怕 没有一丝光线 可湖泊眼眸的视线 还是给了他一些帮助 身形暴退的同时 反手取出十数张火符 带出一团团火焰 驱散了不少黑暗 借助着光线 他得以看清 自己所处的空间 竟在一片沙漠之上 沙漠无穷无尽 而在他的对面 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祭坛 骑上镇压着一头酷似龙族 浑身长满尖刺 面容争鸣 气息异常爆裂的怪异妖兽 狐手杀身 诡异的搭配 让无时无刻散发着 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 他瞪着湖泊般的眸子 死死盯着照放 如同看到命中宿敌 刚才明明是人类 现在居然幻化龙形 你到底是人是龙 还有 在身上 嗅到了苍龙的味道 你是他的传人吗 你是什么东西 若非刚才躲避及时 鞋化龙形 此刻 怕是已经被对方拍死了 对于这种想杀自己的家伙 哪怕强得离谱 他也不会有任何畏惧 同样 抗家也上了他的黑名单 无声无息将他带到这里 摆明是要杀自己啊 等我出去后 再慢慢跟你们算这笔账 照放眼神冰冷 目光四嫂 寻找二哈的踪迹 并未发现 奇怪 如果是一起掉下来 应该相距不远 可他搜遍周遭千丈 别说一条狗 连狗毛都没有 放肆 居居人类 敢冒犯本作 找死 狐手杀身的怪物 声音速杀 照放放弃搜寻二哈 眼前敌人太强 不容他分心 当目光定交在狐手杀身怪物身上时 他看到了久违的一幕 怪物头顶 顶着四个吃目的大字 黄金虎杀 随后 也是一串长到天际的雪草条 BOSS 照放一正 旋即 脸色狂喜 阿麦P 运气太好了吧 居然遇到了BOSS 而且 还是进入仙狱后 遇到的第一头BOSS 人类 察觉到照放的喜悦之情 黄金虎杀愣了一下 旋即 双目泵射出恐怖的杀意 你敢藐视本作 区区一个人类 面对自己这堂堂天妖的威胁后 不仅不害怕 反而笑了起来 这简直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 绝不能姑息 你想怎么死 照放压下心头狂喜 冷声问道 黄金虎杀更加狂躁了 他长这么大 还从未有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人类 我要把你撕碎 将你的血肉 一点点啃食干净 黄金虎杀怒吼 就凭你 照放轻蔑 目光落在镇压黄金虎杀的祭坛上 笑容愈发浓郁 果然跟我猜测的一样 这里有一座封印大阵 你被封印在祭坛之中 力量无法辐射出来 就算如此 本尊也不是你能够斩杀的 能不能 试过才知道 化作龙行的照放 身躯宛如一道闪电 直接与虎杀碰撞起来 暗沉的空间中 历史爆发出阵阵恐怖暴响 惊人的鱼波 向着思念八方蔓延 好强 照放退了下来 龙体布满血痕 宛如将要破碎的瓷器 肉身修至青龙断体二重圆满 可自由在龙行与人体间转变后 他还是第一次受伤如此严重 我如今的肉身 比之天仙 也相差不大 但要与同样一体破剑掌的天妖相比 就蓄色不少 一番碰撞 照放也看出自己短板 能够跟天仙拼肉身 却无法硬汉天妖 小崽子 看清我们的差距了吗 你就算在修炼一百年 也奈何不了本尊 黄金虎沙虽被封在祭坛 一身力量只能发挥出两三成 饶是如此 对付一个连天妖都不是的家伙 还是很得心应手的 是吗 照放笑了笑 随即盘膝坐下 取出丹药疗伤 片刻 伤势恢复 他再度出战 受伤后 继续盘坐疗伤 如此循环反复 终在第五次时 照放破开了黄金虎沙的防御 在他庞大身躯中 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伤口 黄金虎沙气的抓狂 他堂堂天妖 竟被一个连天妖都不是的家伙所伤 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认凭他如何挣扎 祭坛封印将他镇压得死死的 除了被动防御 以及偶尔出手几次外 根本奈何不了身在祭坛外的照放 你打算耗死我 黄金虎沙明白照放的用意 眼眸幽冷 这绝对不可能 世上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照放伤势再度恢复 气息扩散 沙已惊人 察觉到这一变化 黄金虎沙瞳孔一缩 你的气息 竟增强了不少 还有肉身 这一刻 他终于感觉到了恐惧 他在不断消耗 对手却在不断提升 长此以往 哪怕他力量在强防御在后 也有耗尽 穿透之日 届时 烈时身陨之时 该死 黄金虎沙咆哮 不甘心当靶子 被人这样一点点耗死 浑身飞雾翻腾 力量似瞬间暴增 气息欲发忧生恐怖 换作寻常九节散现在此 估计都会被这股恐怖气息压得无法反抗 照放修炼东皇室天宫 最不惧这种气息压迫 所以很淡然 你挣扎得越厉害 说明你越害怕 努力挣扎吧 这将是你能做的唯一事情 说着 照放从处物空间取出大量攻击性仙气仙服 将其陈列摆放在祭坛上空的四级之处 你想干什么 看到那么多的仙气 黄金虎沙也有些慌 给你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照放一边不止一边说道 小子 何必这样拼个你死我活 我们之间并无深仇大恨 你现在离开 我可以送你一套天妖功法 还有我在外界的洞府 足够你修炼到真仙境